至于我国全国各州的第一阶段接种疫苗计划如火如荼进行中 卫生部表示截至昨天注射第一剂疫苗的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 卫生部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 目前全国有11万2914人施打第一剂疫苗 沙拉越占了14855人 也是这间最多人施打疫苗的周数 吉兰丹和吉隆坡有超过1万亿千人施打疫苗 彭亨也有超过1万人接种 至于批裂有将近9900人已经接种 疫情最严重的雪州则有8899人施打第一剂疫苗